吃五谷杂粮因为它关系到人类健康 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 以下是一些关于为什么吃 五谷杂粮如此重要的原因 营养丰富 五谷杂粮包括大米 小麦玉米豆类燕麦大麦小米等 这些粮食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纤维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对于保持人体健康至关重要 促进粮食安全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长 粮食安全已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吃五谷杂粮可以降低对某一种粮食的过度依赖 从而促进粮食多样性和可持续性 促进可持续发展 吃五谷杂粮也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 五谷杂粮不仅可以提供充足的营养 而且种植它们可以改善土壤质量 减少土地退化和水资源污染等问题 有助于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有助于控制慢性疾病 吃五谷杂粮还可以帮助控制慢性疾病 如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癌症等 这是因为五谷杂粮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 这些成分有助于控制胆固醇和血糖水平 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 因此吃五谷杂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涉及到许多方面 包括人类健康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 值得我们更加重视和推广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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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